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一位高阶官员表示 美国通货膨胀速度正在放缓 意味着在夏季开始降息可能是合适的 日本银行总裁直田河南表示 现在就下结论认为央行即将实现2%的 可持续通货目标还太早 必须评估更多有关薪资前景的数据 这也淡化了市场对日盈 最快3月升息的预测 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2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降至49.1为连续第5个月萎缩 显示需求疲软依然是经济的一大障碍 超微股价29号大涨9% 股价继续创新高 也带动公司市值首度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 新唐人雅的电视整理报道